教練教練 我好想跑馬拉松啊 沒問題啊 我教你 嗨 大家早安 我是 接著非常有榮幸 可以邀請錫如教練 好 那麼我們從您開始的跑者的話 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測試你的當下能力在什麼情況 第二個階段就是評估你身上有什麼固執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會開始開立訓練菜單 讓他循序漸進達到目標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來進行這個測試 好 幫我單腳站 這樣 好 已經看到了 一般會站幾十秒 十幾十秒 但他一站右腳超晃 足底的地方 我們就知道說他可能是腳掌足弓的問題 就是足弓比較淺 或者是腳踝不太穩定 因為我覺得他兩腳都很晃 比較猜測是他可能是有足弓比較低 就要請他除去鞋子 果不其然 這個足弓非常的平 我們就會在第一階段加入很多 喚醒臀部肌肉的動作 在家的話 可以用瑜伽墊做一些動作 如果在外頭的話 我們就要直接做分腿站 分腿站之後 你要原地用力的蹲下來 然後膝蓋不要碰到地上 躯蓋要朝向正前面 這樣 蹲下去要正下方的蹲 這樣 蹲的時候盡量不要讓前腳膝蓋有晃動 就比較晃動 然後腳掌也要有用力踩地 踩地這樣 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這樣OK 那我們先來做第二個檢測的部分 請你原地隨意的跑跳一下 跳一下 這主要是看一下他腳落地的情況怎麼樣 身體到地面的時候穩不穩定 這部分是還OK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會覺得他跑起來很不協調 連原地動一動 你看起來不會是很自然的 目前看起來是有要意義的狀況 好 測驗的第三階段 我們就會請小雷來跑一段距離 來了解他現在當下的體力水平 這樣才用來做開立他之後訓練菜單的依據 那這個距離我們設定最簡單的就是 1200公尺 就是國小國中的跑道的六圈最內圈 出發吧 教練 那我剛剛這樣跑完的過程 你有發現說我的姿勢 哪裡可以調整嗎 有很多啊 你跑起來像 像一塊車載著的豆腐 再開快一點就閃了 你的晃動很多啊 所以我會先讓你再做一些喚醒 我會想要你做一些動作 來讓你的手可以參與更多在跑步的 你可以先這樣單腳站之後 一隻腳在前方 然後盡量站穩 然後手要這樣 打開向上 碰觸之後向下 對對對 然後過程中盡量讓腳掌不要晃動 對對對 然後又會用到肩甲骨的力量 對對對 一邊做三到五下然後換邊 現在讓小雷做一下 原地的擺手的模擬練習 當然會比較流暢一點 擺的時候用肩甲後的力量 然後手的這個角度盡量不要改變 就手肘的角度盡量維持 然後手輕握拳 對然後前後擺動 對對對 然後擺的時候你可以想像你是 手臂是鋸子在鋸木 要讓它呈現圓周的情況 這樣子嗎 這樣子的話是打鼓 這也是一個常見的錯誤 就跑的時候會這樣子 手會有這個力量 擺的時候是在圓周的軌跡上 這個是一個點 然後這樣子晃動 對對對 它是 這樣子 現在下一個 我們要讓它腳抬到變成數字7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動作是這樣 一邊往前走 剛才小雷進行的部分是只有抬腿 完整的跑步我們需要有四個部分 抬腿是第一個 接下來是要向前 就是腳會向前伸 我們要創造出跑的時候抬腿 並且向前的這個部分 把腳抬高 然後伸出去 伸出去之後還要往回爬 要分成三拍 抬一次一拍 伸一次一拍 往回一次一拍 來我們加上墊墊 墊墊的腳就是 支撐的腳要跳一下 另外一邊還是進行一樣的動作 好走一步跳一下 超累的 我們下一個部分就是踢臀跑 我們要把腳後跟 往屁股的方向 連續兩腳的這樣子往前進 我們就會前進一段距離 好通常姿勢校正的階段 我們應該還可以有一個跨步跳 跨步跳就可以讓你的發力 會更完整流暢 但是我們要考量當事者的體力狀況 因為它已經表示到這邊已經有點鐵腿 我就知道說 它的這個腳的肌肉已經有點疲勞了 就不會再讓它做太辛苦的復活了 我們就請小雷直接跑一段 看看經過剛才的動作之後 跑起來姿勢有沒有變得更優美流暢 一定是有的 馬上讓我來出發吧 GO 好教練 剛剛經過這樣子的訓練 我的成長是土飛猛進吧 是看得出差異的 有啦 生不到土飛猛進 我們常講的課表 課表是什麼樣的內容 或是它是會有什麼樣的制式規範嗎 還是說它是什麼樣的內容 好 它這個跑馬拉松的課表 就是藉由刺激不同的能量系統 來讓身體達到 往可以完成馬拉松的方向進步 那基本上也要看你每個星期的跑步次數 如果你一星期就跑個兩次 能不能準備馬拉松 當然是可以 但是就要每次跑的量長一點 那如果你跑次數比較多 可能四五次 裡面可能就會分布的一半 你是輕鬆跑 然後會有一次是比較刺激速度的 速度也可以刺激肌肉的力量 那再有兩次或一次是屬於長距離的間歇運動 我們如果說以半年為制定一個目標 那我們該做些什麼樣的一個規範的內容呢 如果是半年來說 我會希望在一半三個月的時候 可以達到完成半程馬拉松 之後呢 要在全馬的前三到四周 可以完成一次跑30公里 或者是一次跑兩個半小時 因為在出馬者的完賽的這個情況裡面 其實不見得都是可以一次跑完這麼勇 有很多人是跑跑走走 那跑跑走走沒問題 但是怕的是在跑走間會產生抽筋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你有沒有具備可以完成相近的刺激強度的這個內容 所以就是我剛才提到的30公里的距離 或者是兩個半小時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賽前的準備 那我現在看你這邊有擺的瑜伽墊跟滾筒 那我們是賽後我們有一些 或是跑後我們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會特別用到滾筒跟瑜伽墊 因為很多肌肉的疲勞它是深層的 深層的話你光是伸展是不容易去放鬆 所以我都會在指導的時候都會教一套可以自救的方法 自己自我去按摩放鬆輸壓 對 教DIY啦 DIY是不是 OK 那我們直接教我吧 好 接下來就請我們騎路教練來幫我DIY吧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就要來幫小雷做一些可以讓他自己放鬆大腿的動作 那相信這個動作可以有效的改善膝蓋痛 把前大腿放到滾筒上 然後腿要在上面左右滾 八字是這樣 然後腳要是靠近內緣 對 鼠膝 然後大腿內側放到滾筒上 好 這時候右腳會打開 對對對對對 那當然經過這三次的訓練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想要出入跑馬的這些選手或是朋友們 更有一些概念可以知道如何去面對自己的課程的準備 每個人在跑步的過程中一定會面對到一些惰性 跟自己想要放棄的心 我覺得堅持下去才是自己成功的方法 非常感謝教練 我是小雷 我是騎路教練 謝謝大家 我是騎路給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